第一前一天這個全球競爭力 包括我們臺灣今年的總牌名 已經進步到全世界第六 不過政府的效能是倒退入四名 條件的理會認為政府已經變出了 經濟發展的障礙 經驗會主委劉葉如表示 政府對著導致環境改善 較少要再打拚 經驗會主委劉葉如 結束美國跟印度自由相反 帶回新代表一點一條的 導致意向驚訝 不過若論理會都批評 只是導致意向不是說 資金已經在賣 根本就是貨物欠貨 要努力的要努力的方向 並不是只有出去招商嘛 對不對 所以基本條件 應該要先改善國內的投資環境 官僚行政影響企業的活動 從八名掉到二十名 你政府如何改善 那一路表示 雖然後來資金、土地、林財問題 都需要政府各部會配合 不過最上次有的是屬性 立正對水素落傷管理客人 立正公報上新競爭的報告 臺灣總排名世界第六名 政府考量率倒退四名 尤其冠國和行政體系 作成企業投資中 導致意向政府 政府可以將它 就心思考推動民營化的方向 如果政府還是最大持股 那這個最大持股 有的也許是覺得說 還是要維持最大持股 那有的其實就覺得說 那如果他可以再陸續釋出 是往這個更多的民營的角色 去扮演的話 也許效率會比較高 劉委員的基礎 臺灣現在民營不是僅僅企業出走 連臨在租金通道賣掉 若是沒有改善經濟環境 連掛租也不夠一百 經驗會表示 歐洲上海也不歡迎 法律的造改 猶然發入臺灣的金融 相約和公用事業的發展 現是政府對導致環境改善 要有打扮的空間 政府也通報的監督 三百塊鏈 共和臺灣的經驗 繼續 即將也如正記性 大家報道